主打幸福就是回家有停车位 市议员郑凯玲在市长市政总质询时 提出解决安乐区停车位不足的办法 那社区税务局大楼前面 市府所有的459坪的停车场用地 以及壮观里 壮观里现在市府及国有的650坪的机关用地 这三个公有土地都能做停车场 或者是规划立体停车场 或者是多功能使用空间的这样的状况的话 不仅可以改善我们当地住户的停车问题 也可以增加一笔市库的一个收入 市长指出会来规划讨论 我会请我们的秘书长来规划 民间的资源的导入 那的确目前看到的这几块地 其实都也蛮珍贵 这个部分是不是容许我们好好规划一下 然后提出一些方案 再来跟议员这边来讨论 另外针对安乐区国宅一起度更问题 郑凯玲希望能加速进行 县市长一再提到都市更新及围绕的问题 那本席认为安乐社区国宅一起的都更是最重要的一个地点 尤其是现在总共八个基地 现在的六号基地在过去五年 辅导团队跟我们李明的一个协力之下 已经进入了同意启动临选建商调查作业中 希望市府将六号基地导入类公办都更的模式 提供六号基地行政资源及便利 将六号基地划定为都更工化地区 都更工化地区 降低这个都更的障碍提升更好的奖励 让六号基地都更一案有推进 有更高的一个达成率 市长指出会亲自前往了解 安乐一起 希望有个时间可以跟一人一起去看一看 因为这个都更案感觉也已经是进行了非常久了 那这个我跟这个都更的科长 前一阵子也有针对这个案子 也有讨论过 那我想说如果有机会我们去现场 能够看一看 然后针对这个部分来了解一下 目前的现况跟如何加强这个部分的效率 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乐意能够做的一件事 是不是请我们独发处的谢处长 针对安乐一起的部分跟议员在 希望能够在会期后好不好 约一个时间 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下 然后也跟大家座谈 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能不能够有效解决 希望再继续来推进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 对他们感觉 要的话 我们可是难兴面的